你知道康熙有多无情吗 他明知道周培公为了他倾尽所有 却还是对不起他 培公啊 你破茬儿 平吴三桂 为了大清 立下了不适之功 只可惜你是个汉 你手握雄兵二十万 朝野流延接四起 担心你称吴三桂 伟大不得要造反 微臣知道 不过这话从皇上口里说出来 微臣心里舒服多了 还有明珠所额图 你知道他们的套路 暗中鼓动御使来参你 朕知道你的苦衷 但也不得不先委屈你 把你贬到圣经来 你要体谅朕 你要知道 满朝文武和八旗将士的团结 比起你周培公来 在朕的眼里要重要得多 所以不得不牺牲你 周培公表示理解 毕竟个人的荣辱不能妨碍大局 当然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圣经是满人的老家 我特意把你撂到这儿 就是为了方便监视你 惭愧 惭愧啊 把你放在冰天雪地里十一年 我一直在想 一旦有机会 朕还要启用你 可是你也知道 近年大清朝国太眠 所以一不小心就把你给忘了 直到最近台湾闹事 我才想起你来了 朕想让你攻打台湾 周培公一听又能打炮 瞬间热血沸腾 但身体袭来的空虚感 让他知道 自己已经不行了 康熙可不管你身体行不行 但你给朕推荐一个人 和你一样的人 周培公稍作思索 他还真知道这么一个人 那人名叫姚启盛 康熙纳闷 真有这样的人才 我怎么不知道 周培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康熙 直接对道 他是默默无名 如果他也能明白天下的话 只怕活不到今天了 皇上他也是个汉人 康熙来回踱步 心中记下了姚启盛的名字 转身就要拔腿无情 你累了 真先走了 你如此无情 我却不能无意 周培公赶紧叫住康熙 臣用十年的时间 画了一幅小画 向献给皇上 山水有情 生生不息啊 皇上 看得屋子太小 展不开 皇上 带回宫里去看吧 康熙起初以为 只是普通的山水画 所以并没有太过在意 可当这幅画 徐徐展开的时候 康熙震惊不已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错了 自己错得离谱 纵然是有千万个理由 和借口 但他终究 还是赴了周培公 赴了他的一片忠心 皇上 为臣穷十年之功 遍越古今 周培公在生命最后一刻 诚然不忘为康熙分忧 他告诉康熙 台湾正是孤悬海外 只能算是大清的戒选之极 是大清的小问题 而蒙古准格尔王格尔丹 才是大清的心腹之患 但玉平格尔丹 必须先收复台湾 因为东南各省市 大清财政来源 东南不稳无力息争 并皇上 周培公去世了 不知是出于对周培公的愧疚 还是感激他最后的忠诚 康熙特意停止上朝 为他守夜 这天夜里 康熙一宿未眠 一边打量着地图 一边陪着培公说话 默默地坐在地图前 迟来的歉意最不值钱 但身处的高度不同 普通人或许无法理解这样的无奈 第二天的早朝上 康熙以如何收复台湾为主题 和仲臣商议 所额图第一个给出方案 请皇上痛下决心抛却隐患 气 这倒是个办法 台湾 弹丸之岛 不谋之地 而且留着它 还多有些麻烦 不如气之 可保内陆 永久的太平 作为所额图的死对头 明珠可不管你说啥 她只知道 只要是所额图说的就是错的 皇上 台湾万不可气 虽是弹丸之岛 但也是大陆的手足啊 动不动就气 此乃败家之举 游孙我天朝气象 康熙根本没搭理两人 直接说出周培公给他推荐的人才 姚启胜 康熙疑惑 大清有如此旷世奇才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姚启胜是何方圣人的 作徒 你鼠里历部二十多年 人称三言所向 朕听说 全国六坪以上的官员的履历 都在你的肚子里 说说吧 所额图不光认识姚启胜 而且对他印象十分深刻 这别人当官是越当越大 他当官是越当越小 这别人是往高处走 他却是往低处爬 原来姚启胜在顺治二年时 还是个二品的福建巡抚 可到了顺治六年 他因为抗拒朝廷政策 被降为三品的翻思 后来到了顺治九年 又因和领导意见不合吵架 贬为四品倒台 顺治十三年上班喝酒 贬为七品之县 再到后来 因为官阶低于六品 超出我三眼的施法范围 我也不知道他犯了啥事 反正一路被贬到圣经郊去 做了个九品的毕马文 康熙听后嘖嘖称奇 不简单 大清的各级官职 他是一级没辣都当了一遍 此人自是才华出众 屡屡抗杀 又被官场法规 显叠顺治 都将杀他而未杀 降职又不录用 康熙表示理解 天才有些脾气正常 他愤世嫉俗 以笑骂为护身之法 以求顿时避祸 但是康熙有把控此人的信心 帝王心术这块业务他熟 那就要看朕的本事了 人才藏在人海里 就像锥子搁在裤兜里 这锥子嘛 一个是要出头 二是要扎人 朕想碰碰这个锥子 康熙随即让李德权去请锥子 自己则继续和明珠 商量台湾的事情 明珠啊 人称索图是三只眼 朕听说 你有个绰号叫万花筒 是吧 听说 元明两朝的传闻议事 正时也急 都在你的肚子里装着 这么着 你给朕说说台湾的本末 巧的是 明珠他真知道 台湾虽是弹丸之道 去大陆千古一脉 台湾非但不能气 就是想气也气不掉 因为台湾岛居民 大多数是敏月这三省的移民 不少人家的儿子在台湾 爹妈却在大陆 两岸世代婚嫁不绝 来往不断 同文同种 衣食无二 台湾和大陆可以说是 打断了骨头 连着筋啊 你说的对 朕绝不放弃台湾 被这千古骂名 明珠接着补充道 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正逢大清入关 明朝覆灭 郑成功致儿子正经各岛自立 犹如一个独立的明朝小朝廷 咱们满人把人家当土匪 可汉人却把人家当英雄 因此奴才认为 台湾虽小可麻烦不小啊 康熙脑瓜子嗡嗡作响 台湾不过是皮肤臊羊等小问题 蒙古的科尔丹才是心腹俱患 然而要去除这个心腹俱患 就必须先至戒选之急 大阿哥为了表现 当即请命带兵收复台湾 在意 在意吧 康熙还想等李德权的消息 他不知道的是 李德权翻车了 李德权的宝马撞了老太太 瞎子你狗眼 真是个瞎子 不会 李德权本打算随便扔下两钉银子撕了 可一旁围观的老头却看不过去 这个爷扔银子 也像给狗扔骨头 老叫花子 你说什么呢 爷的畜生踢伤了人 叫花子 请爷下 替这头畜生道个歉 然后再给人银子嘛 老畜生 你找死啊 李德权翻身下马 朝着老头的后背就是挤鞭子 我叫你多嘴 大人呢 我叫你多嘴 我叫你多嘴 李德权发泄完 就指高继扬的询问吃瓜群众 你们说 三里河马场在哪 说呀 老叫花子 知道三里河马场 行啊 骨头满硬朗的嘛 走 给爷带路 爷赏你银子 老头没滋生 只是默默地给李德权等人领路 直到了三里河马场后 才转身让李德权等人稍等片刻 他先去给马场的丝旧官禀告一声 丝旧官几品呢 红酒品 爷这匹马也能当他祖宗 酒品丝旧官百个屁谱 快叫他出来抠头 快点快 可没想到老头这一走 摇身一变 变成了摇起圣本圣 哎呀 原来是你啊 老叫花子 可摇起圣这样的硬骨头 又怎么会让李德权好看 放下茶杯 命让李德权等人跪下听审 李德权一看这架势 敢忙打哈哈 摇起圣 爷刚才鞭子重了些 爷给你赔个不是 罢了 您现在起来个爷走吧 我家主子请你进城有话说 摇起圣确实揣着明白装糊涂 丝毫不给李德权面子 你家主子有没有教过你 如何当奴才 李德平日里仗着康熙的宠心 嚣张惯了 哪受得了见摇起圣这般嘲讽 上去一把把桌子掀翻在地 完事后得意的狂笑 摇起圣可不惯着孩子 身为官差 仗势欺民 闹势纵马 扰乱治安 体上无辜百姓 一大轻率当鞭吃二师 此外竟敢鞭吃朝廷命官 一大轻率当仗则三师 吃了二十马鞭和三十大板的李德权 还嘚瑟着去找康熙告状 我要请皇上起眼看看 摇起圣到底是怎么羞辱皇差的 康熙一听 喝着你也不站立啊 跟你说过多少次 出宫以后不能摆驾 可话虽说如此 打狗还得看主人 聪明如他摇起圣 肯定早已猜出李德权的来路 可即便这样 还是打了一顿李德权 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行为吗 既然如此更应该严办摇起圣 严办 怎么严办 这个摇起圣是按照大清的戒律 惩治恶奴呢 你的话还没出口 他早就引进句点把你拨倒了 皇上说的是 那摇起圣能说会到 那口里雕毒的狠呢 康熙是毫无办法 只能吃了哑巴亏 直接诱罚李德权去内务府领三十大板 喝一年的响应 李德权委屈坏了 三十又三十 陪了夫人又折兵 康熙本指望用摇起圣收复台湾呢 可现在脸都被打肿了 哪儿还好意思去请人 朕就不信 少了摇屠夫 就得吃莲猫猪 康熙随即任命大阿哥为前居副将 前往福建会同静海将军 撒木尔调兵脚贼 记者 只准你路上击敌 不准你下海追寇 然后转头让索额图 把摇起圣抓入大牢 可索额图却犯难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拜托关注转发